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需要兩套系統 首先要切割角膜的表面 然後再做激光 過程大概需要20分鐘 而微笑矯視 由頭到尾只需要用同一套激光系統 最快兩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至於切割口方面 LASIK的切割口大概有20毫米 而康復的時間大概需要一個月左右 而微笑矯視的切割口 就不超過4毫米 因為是微創 所以相對康復的時間也大大減少 大概一星期左右 微笑矯視的治療範圍 都相當過範 適合近視度數不超過1000度的人士 以及散光不超過500度的人士 微笑矯視手術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激光的部分 儀器會先鎖定瞳孔和角膜的位置之後 利用激光切割角膜的中層組織 而需要切割的厚度和弧度 會根據你矯視的度數而定 然後激光會在角膜的邊緣 開一個不超過4毫米的微切口 而這個部分大概需要40秒就可以完成了 至於第二部分 醫生就可以用儀器將剛才已經分割了的 角膜中層組織移除 手術完成之後 角膜的弧度和厚度就已經改變 達到矯視的效果 做完微笑矯視手術 三個月後的統計數字顯示 正負50度的成功率有97% 而正負100度的成功率達到100% 所以微笑矯視手術的準確度是非常之高的 微笑矯視手術的好處是多方面的 首先這是微創手術 它的傷口比傳統LASIC少了80%至90% 所以復原速度更加快 這個方法也可以同時減少 切割眼角膜上的神經線 所以手術之後出現眼乾的情況 亦可以大大減少 傳統LASIC激光矯視手術 是需要切開角膜反的 根據過往經驗 這個手術其實已經是相當安全可靠 但是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時都會擔心 這個手術會不會影響到角膜反 例如角膜反移位 現在全身Smile矯視手術 已經不需要再切開角膜反 所以這個擔心我們也不會再有了 一般做完LASIC手術的病人 他可能會有大概十幾個小時不舒服 例如流眼水 忍住 甚至乎痛楚 但是做完微笑矯視手術之後 這個感覺通常只是大約兩個小時左右 病人的不舒服的感覺 兩個小時慢慢就會痊癒 由於微笑矯視手術的傷口 已經可以縮到這麼小 所以手術之後出現感染 紅眼的機會也是大膽減少了 總括來說 微笑矯視手術是一個高效 安全而且快捷的手術 微笑矯視是目前矯視手術的最佳選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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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